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亚洲分会 曾在2019年在新北市举办有机青年峰会 今年9月将仪式花莲日前峰会主席率领执行长等外宾 拜会县长徐正伟 并签订了第二届世界有机青年峰会合作协议 期盼未来能够深化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推动花莲有机农业的愿景 曾在2019年于新北市举办的世界有机青年峰会 第二届世界有机青年峰会在今年9月13日将于花莲盛大举行 日前峰会主席率领执行长 新任全出青年网络主席等外宾 前往拜会县长徐正伟 指派给予花莲青年及国际青年投入农业更大的支持 峰会主席Masieu John表示 行使花莲街道一颗领略花莲生物多样性及丰富性 在2019年新北市当时近40个国家共同参与 相信今年在花莲届时论坛会更加盛大 徐正伟表示 花莲具备好山好水的环境 坚持有机栽培友善大地 双方并于会中签订共同办理第二届世界有机青年峰会合作协议 将尽力筹备 邀请有机农友青年集聚花莲 自2019年中央政府正式实施有机农业促进法 花莲县府在2020年2月成立花莲县有机农业促进专案办公室 同年加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亚洲分会 并于亚洲地方政府有机农业促进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采判未来能深化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 持续推动因应地球暖化 强化温室气体进行排放措施 推动花莲有机农业愿景 记者长邦远华理事报导